自杀综合对策推进中心分析 1986年至2005年在9月上旬内自杀高峰的自杀数据开始发生变化 该中心分析称 这有可能影响数价时间的所短 并表示 不光是新学期的开始阶段 更需要在更广泛的时间段采取应对措施 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15年版自杀对策白皮书称 人们对于暑假结束后自杀情况的认识在不断扩大 对1972年至2013年的42年间 日本18岁以下的青少年自杀人数进行统计后发现 在很多地区历年9月1日前后自杀的青少年人数最多 内阁府还表示 长时间的假期结束后生活环境发生很大变化 孩子们可能承受很大的压力 精神也不稳定 因此 2017年夏季开始日本国内各地区的非营利组织 等在9月1日前后提供免费电话咨询活动 长期时也在9月1日那天建立支援团体等于不愿到学校上学的孩子进行谈话 开设督促小组等 暑假结束后对孩子们进行的支援活动正在不断扩大 另外 自杀综合对策推进中心还表示 虽然民间活动的扩散是很有意义的 但很有必要 推出未成年人FOS热线 暑假来临前夕 应尽快做好 应对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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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